而113年度岁末寒冬继关怀弱势儿童传爱活动 6号晚间在米亚湾社区活动中心办理 而花莲服务员新生命小组教会也捐赠了弱势儿童红包以及教具 葡萄格合作社理事主席王沈刚卓也捐赠了关怀物资 以实际的关怀活动来感受到各个单位爱的关怀与温暖 花莲仙修与向米亚湾部落产业发展协会 六号晚间在社区活动中心办理113年度 虽谋寒冬继关怀儿童传言活动 淘宝格合作社理事主席王沈刚卓 并且邀请花莲服务员新生命小组教会范围认 共同来关怀 希望能够在过年前能够祝福小朋友还有爸爸 那我们有整个爱武线的领券 那现场也有一些活动要带给大家 谢谢主哥带我们来这边这样子 那希望今天晚上之后有一个好的愉快的时光 我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因为我们平常有做好事 很自然好的事情就会结合在一起做去 真的我们其实都没有讲 只是刚好你是米亚湾的那个协会理事长 刚好来办他的那个精油课程 然后我想说刚好那个新兴国的那个违任 他就有说他有公益的那个基金会的那个理确要发放给部落的孩子们 就那么巧米亚湾的小朋友 刚好这15个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得到 网上工作表示看到自己部落的需求 后来就会推动社区供学的政策 米亚湾部落啊 其实就是我一直在推广的 我们其实部落很适合做社区供学 社区供学就是除了祖孙三代 同堂然后一起一起玩乐 然后一起手做DIY以外 更加上是社区的概念 所以有些可能是邻居家的小孩啊 还是说他的爸爸妈妈是 可能是他的亲戚 他不是他的爸爸妈妈 是他的亲戚的小朋友 我觉得大家混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做那个玩具机器人 然后由小朋友来带领阿公阿嬷 或者是隔壁邻居的阿公阿嬷 让整个社会 整个那个社区啊 会充满着祥和 然后会充满爱 就是我一直在想到说 其实部落是很适合 做这个社区供学 让整个部落可以凝聚在一起 变成一个大家 理事长 吕正恩也邀请金庸老师来教导 亲子DIY活动 花练福原新生命小组 带来礼券和教聚 我们想高中组 也带来生活物质来关怀 希望让爱的理念 让部落更加温暖 记得终于求向不到 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小组